歼20列阵长空 运20大鹏展示 近些年中国空军主战装备跨代升级 中国空军正在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 世界一流空军加速转型 我们从中国空军的转型中见证中国力量 运20被誉为大国昆鹏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 具有航程远 载重大 速度快等特点 2016年7月6日 运20正式列装空军 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入列8年以来 运20的航迹越飞越广 越飞越远 9月18号 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 举行的南非航空航天与防务展上亮相 并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展示 这是运20首次飞抵南非 加速起飞 直冲云端 在飞行表演中 运20表演了大仰角爬升等多个精彩飞行动作 展示出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越的飞机性能 赢得了阵阵喝彩欢呼 滑行通过观礼台时 机组在驾驶舱挥舞中南两国国旗向现场观众致意 今年9月初 应埃及空军邀请 中国空军运20与八一飞行表演队的七架歼10表演机参加了首届埃及航展 这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家进行飞行表演 也是表演队出国表演航程最远的一次 期间 运20与歼10表演机编队飞越金字塔 为中埃两国友谊留下历史见证 航展期间 运20在埃及阿拉曼机场进行海外飞行表演首秀 在9分钟的飞行展示中 运20完成了包括起飞大仰角跃升和俯冲 大坡度转弯机动 低空低速通场和小航线快速着陆在内的一整套飞行动作 很多动作都具有实战价值 军事专家称 这些都是部队日常实战化训练的缩影 既展示了运20优越的飞行性能 也体现了中国空军飞行员过硬的战术素质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国产大型运输机 运20又被中国网友亲切地称作胖妞 胖是它能力的一种体现 运20的肚子特别能装 可以快速运载人员以及各种大型重型装备 从研制到生产 运20背后是满满的中国力量 我现在是在航空工业西非的运20布装生产线 那么我身上的这事就是工作人员在进行装配时 会穿着到的一种辅助的装备 这专业名称叫做外骨骼 它的作用是帮助工作人员更加省力 更加舒适地进行装配工作 那么具体怎么省力 怎么舒适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在这儿 院儿林的地板装配区 在这儿需要完成上千个紧箱件的定位和装配 胳膊需要一直这样举着 现在通过这样一套外骨骼 胳膊仿佛是搁在了一个桌面上 轻松了不少 研究数据也显示 这样一部外骨骼能够起到超过70%的减压效果 借助激光设备完成了条字号对接之后 飞机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机体结构连接的部分 那么在我身后 国内手套环形轨自动制孔设备 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在机身上进行制孔 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方式 通过这条设备可以有效地保持孔径的垂直度 这样无论在何种飞行条件下 都能够保持机体结构的稳固 环形轨自动制孔设备的投用 极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原本15人一周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现在只需要6个人 花2到3天就能完成 小孔背后折射的是 整个航空装备生产 游灵向一的突破 面向未来 更多智能化装备也将助力国产大飞机加速腾飞 歼20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一款双发隐形战斗机 具备高隐身性 高态势感知 高机动性等能力 2017年9月28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向外界宣布 歼20飞机已经列装部队 标志着中国空军向着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 2021年9月28号 第13届中国航展现场 中国空军正式宣布 此次进行飞行表演的歼20 用上了中国心 近年来歼20震翅祖国海江 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更好地肩负起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近日融媒体片脆火首次公开了歼20夜间空中加油画面 引发关注 歼20首批飞行员董俊表示 长航时候再实施夜间空中加油 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 也是对飞行技能 心理承受能力 编对协作能力极限的考验 完成夜间空中加油验证 实验数据为歼20全尸全域作战 提供了重要支撑 董俊说 作为首支列装歼20的战斗部队 他们的任务就是引领创新战法 训法 把歼20的性能边界发挥到作战当中 运游20是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 同时兼备加油和运输能力 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 还可执行空投 空降 医疗救护等多样化任务 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 今年1月底 中国空军赴海外执行任务转场过程中 首次使用运游20进行空中加油伴随保障 使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 可以一战直飞沙特 无需在国外机场转场 军事专家表示 空中加油技术 是现代空军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技术 它能够极大延长飞机流空时间 提升战机训航能力 减少了对地面机场的依赖 以往8-1飞行表演队飞速国门 在远程飞行过程中 通常需要中途遭路 进行加油补给 不仅中途机场的起降 以及机务维护保障比较复杂 而且也拉长了空转的整体时间 这次任务编队 从我国西北的机场起飞后 在运游20的保障下 直飞沙特利亚德 首次在飞速国门任务中 实现了整个任务编队 以此出动空中加油 直达目的地机场的全新远程空转模式 极大提高了空中力量的远程机动效率 丰富了中国空军走出去的方式方法 空中加油训练被比作在空中穿针引线 它要求飞行员拥有精湛的飞行技巧 和精确的操作能力 是空军着眼提升远海远洋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支撑 夜幕下 空军某机场战机迅速组成战术编队 向预定任务空域飞去 随后 歼16战机与运游20加油机 在地面指挥所的指令下会合 在高空之中 加油机伸出的输油软管与追套 受到风力与气流的持续影响 不断地发生颤动 这为加油作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 左侧站位 可以 左侧站位 左侧三米 很好 两米 左侧一米 很好 面对空中气流颠簸的复杂条件 飞行员与辽机紧密配合 直到探头与加油追套精准对接 数分钟后 完成加油的飞行员 轻收油门杆 顺利脱离奔赴下一任务空域 我们飞行员要形成全球的作战 我们随时要做好准备 我们所有的装备和人员的训练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完成打仗的需求的各种任务 伊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袭击之后 全世界都在关注以色列将如何回应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4号发表讲话 称伊朗近期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是对以色列的最小惩罚 如有必要将继续 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营的 法尔斯通讯社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 据称展示了10月1号 袭击以色列前导弹的准备工作 从视频中能看到 已故的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和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的海报 被贴在了导弹上 此前一天 伊朗军方公布最新视频 据称展示习以导弹发射升空的场景 美联社称 伊朗未公布导弹发射的地点 根据此前消息 伊朗在此次行动中 使用了卡德尔和伊马德导弹 以及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 这是去年10月以来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的最大规模导弹袭击 尽管乙方未公布其受损和伤亡情况 但外界普遍认为 与4月份伊朗的行动相比 这次有更多导弹突破了以色列防御网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三号晚举行最新一次高层安全磋商 以决定如何应对伊朗向以色列 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 据美国媒体报道 以色列可能在数日内 暴富性打击伊朗石油设施等战略目标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三号表示 正在讨论相关问题 据战争地带网站三号消息 伊朗邮轮已撤离该国最大石油出口基地 哈尔克岛 这里被认为是以色列报复的首要目标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北部 承担着伊朗90%的石油出口任务 一旦遭到攻击 伊朗的石油出口将面临严重威胁 这不仅会给伊朗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也可能削弱其继续支持 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中东地区盟友的能力 报道称 以色列显然希望通过打击伊朗的经济命脉 迫使其在军事对抗中后撤 Israelis could choose to target the Iranian government's funding by hitting its oil export facilities on Karg Island or refineries crucial for making domestic petrol supplies and then the big question in turn is what would be Tehran's response to any Israeli action much attention will then focus here on the Straits of Hormuz 28 miles wide at its narrowest point between Iran and Oman if Iran was to try to block it then 20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r a fifth of the world's oil production not just Iran but every country in the Gulf would not be able to transit 受此影响 美国原油期货价格3号 应声上涨超5% 已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 不过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以色列的行动将受到美国政府的影响 而拜登政府迫切希望 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 维持油价稳定 当地时间10月4号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向伊朗民众发表讲话 哈梅内伊表示 伊朗近期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是对以色列的最小惩罚 如果有必要的话 伊朗将在未来继续进行此类行动 以色列很有可能采取 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一方面是出于他一直以来坚持的 先发制人的安全观 在受到安全威胁之后 必须以更激烈的方式回击 维持有效的震慑 阻止他们针对以色列发起更多的打击 另一方面 内塔尼亚胡 他也是想要抓住美国大选之前 拜登政府对他约束力降低的 这样一个有效的时机 尽可能地扩大军事行动的空间 塑造对他有利的安全环境 在大选之前 美国是不希望以色列 进一步升级地区态势的 因为这意味着 会把美国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拖在中东 但是一旦地区局势趋于紧张 美国出于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又不得不对以色列 给予坚定的支持 为以色列兜底 这也是内塔尼亚胡 毫无顾忌地在中东 采取激进军事行动的底气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个月 选举最后期段发生的黑天鹅事件 被称为十月惊奇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今年美国大选的十月惊奇 可能来自中东 3号以军发布消息 要求黎巴嫩南部 25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立即撤离 其中包括离南部 最大的城市之一 奈拜提耶 自十月一号以来 以军撤离令覆盖的范围 已扩大到近80个城镇 美联社指出 3号被要求撤离的部分城镇 位于利塔尼河以北 也就是联合国在2006年 离乙战争后划设的缓冲区以外 这显示乙军可能计划扩大 在黎巴嫩境内的地面攻势 此前乙军已警告黎巴嫩民众 不要驾车南下 越过利塔尼河 以色列方面表示 以军有限地面行动 旨在拔除 真主党武装 沿离以边境 布设的阵地 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8月 通过的1701号决议规定 利塔尼河至蓝县之间 处离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 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 蓝县指的是联合国在 黎巴嫩和以色列占领的 戈兰高地之间划定的临时界限 利塔尼河距蓝县大约30公里 该决议还规定 未经联合国许可 任何从地面或空中 越过蓝县的行为 都违反决议 以色列官员透露 真主党部署在 里以边境地区的 主要是该组织下属的 精锐力量拉德万部队 在距离边境线 两英里范围内 部署了2000至3000人 在两英里至六英里范围内 还有6000至8000人 以军方预测 摧毁边境地区的 真主党基础设施 大约需要数周时间 对现在, Israeli forces are conducting a ground invasion into southern Lebanon we're embedded with an elite commando unit that just arrived at this Hezbollah position carved into the side of a mountain it's in tunnels and rooms like this the Israelis say they are finding Iranian weapons that were smuggled first to Syria and then into southern Lebanon to get to this Hezbollah position we had to cross minefields and hike across an uneven terrain popped with craters result of the Israeli bombardment of southern Lebanon 分析指出 人员伤亡情况 将是决定 乙军地面行动推进速度 与范围的重要因素之一 3号 乙军在离境内的死亡人数增至9人 其中多人来自精锐的 98师621部队 和36师哥兰尼旅 美媒称 战事刚启动 就出现的伤亡 唤起了以色列人的惨痛记忆 2006年 黎乙战争爆发后 第一辆进入黎巴嫩境内的 乙军坦克 就遭到路边炸弹袭击 导致4人死亡 乙军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 随着战事推进 乙军可能会越来越多地 将作战行动放在夜间进行 放大装备上的优势 在持续推进地面攻势的同时 乙军的空袭强度 没有丝毫减弱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乙军3号凌晨空袭了 位于贝鲁特 巴舒拉居民区的 真主党卫生局设施 造成至少9人死亡 这是本周以来 乙军第二次空袭贝鲁特市区 乙军第一次空袭贝鲁特 你能看到有些装衣装 在硬币上的装衣装 穿过去 破坏 4号凌晨 贝鲁特南郊再次响起巨大的爆炸声 据纽约时报驻当地记者描述 贝鲁特全城都能感受到爆炸的冲击波 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披露 此次爆炸是以军发起的定点清除行动 目标是真主党高级成员哈希姆·萨菲丁 该组织领导人纳斯鲁拉死后 萨菲丁被视为可能的继任者之一 此外乙军似乎还在进一步扩大战线 3号凌晨 叙利亚西部拉塔吉亚省一处武器库遭空袭摧毁 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 空袭为以军发动 该武器库临近俄罗斯在续最大的空军基地 赫麦米姆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危机的应对也成为影响美国总统 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 1979年底伊朗人质危机爆发 成为时任美国总统 民主党人卡特争取连任面临的最大障碍 压力之下 他批准了一项代号为鹰爪的秘密营救行动 但由于准备仓促 各军总监缺乏协调行动失败 八名美军人员死亡 大量装备遗弃在伊朗的沙漠中 以色列国土报认为 从伊朗营救人质失败 是卡特当年竞选失败的重要原因 而四十多年后 中东局势可能再次成为 左右美国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 如果以色列把美国拖入一场 席卷中东的全面战争 在选战中主打国内政策议题的 民主党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将面临沉重压力 此前 共和党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表示 现任政府的软弱 导致欧洲和中东战乱四起 而自己任内则保证了美国的安全 此外 中东形势恶化 还可能导致油价上涨 使美国通胀形势再度恶化 这也给特朗普阵营提供了 更多攻击哈里斯的材料 以色列媒体甚至披露 部分美国官员私下里表示 内塔尼亚湖政府就是希望 通过近期一系列行动 助特朗普重返白宫